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患上了失眠的毛病 每到晚上就会睡不着 深受失眠的困扰 另外也有一些年轻人 因为工作压力大 导致心理焦距 失眠症状的人群也是相当的普遍 有的人晚上很难入睡 甚至一整晚都睡不好 这样长期下来的话 对身体的健康损害是非常大的 充足的睡眠是健康的保证 因此想要摆脱失眠困扰是相当重要的 中医应对失眠的问题 有不少的食疗方法 比如说常喝这碗汤就可以告别失眠 安然的入睡 每天晚上睡前一个小时喝上一碗 失眠好了 长期的胃病也好了 首先我们来准备10克的黄花菜 黄花菜一定要选用干的 不要用新鲜的 黄花菜为鲜、滋润、营养丰富 含有丰富的花粉、糖、蛋白质、维生素C、钙、脂肪、胡萝卜素、氨基酸等人体所必须的营养成分 具有补充营养、建脑、抗衰、美容养颜的功效 黄花菜可以提高记忆力 因为黄花菜中含有丰富的卵磷子 是大脑细胞的重要组成成分 对于增强和改善大脑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 黄花菜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同时可以吸水膨胀 使粪便软化 起到通便的效果 黄花菜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 维生素A以及维生素C 还可以滋润皮肤 提高皮肤韧性和弹性 黄花菜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黄花菜具有安神、镇静的作用 对于失眠有辅助的治疗作用 因为黄花菜中含有一定量的卵磷子 松果体素、磷等物质 具有一定的安神、助眠作用 尤其是对于睡眠欠佳的中老年人 可以适当地吃一些黄花菜 黄花菜中的卵磷子含量比较多 此种物质是大脑细胞组成的成分 能够清除动脉类的沉积物 促进大脑的血液循环 为睡眠提供必须的血液以及养分 对于助眠有一定的作用 我们先把黄花菜提前用清水给它浸泡半个小时 然后再多清洗两遍 清洗干净 挤干水分用剪刀把它剪成小段 剪好先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10克的百合 百合可以用干的 也可以用新鲜的 百合入心筋 可以清洗厨房 养心 安神 常用来治疗神师恍惚 失眠多梦 心情郁郁等病症 另外常吃一些百合 还有一定的美容作用 其中所含的百合肝 具有正经睡眠的作用 可以治疗多种精神不安 引起的恍惚 抑郁 记忆衰退 失眠 梦游 身体干热不适 对于失眠有非常好的辅助 治疗作用 鲜瓶百合 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对于皮肤的细胞 有很好的促进 新陈代谢的作用 女性朋友经常吃一些百合 还有一定的美容 养颜作用 对于油性皮肤来说 多吃百合 可以起到均衡 皮肤基础水平的作用 我们先把百合 清洗干净 再加入清水 先给它浸泡半个小时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 五克的苦杏仁 苦杏仁含有 可抑制大脑兴奋的 色胺酸 和缓解肌肉的 美离子等 平时适当的吃一些 有一定缓解 情绪焦虑的作用 苦杏仁不仅含有 丰富的蛋白质 维生素等营养物质 而且杏仁同时 还含有色胺酸 和松缓肌肤的良药美 它可以起到 正经心神 消除焦虑 经常 适当的吃 可以帮助 舒缓焦虑和入睡 促进睡眠等作用 同时杏仁还具有 降气 止咳 平喘 润肠 通便的作用 但是苦杏仁具有一定的毒性 不宜过量食用 我们把杏仁片也清洗干净 和百合一起浸泡着备用 接着再准备六颗桂圆 桂圆性肝温 龟心 脾筋 有很好的补血 健脾 灵心 安神 健脑 抑制的功效 对于体质 虚弱 贫血的人 都有很好的帮助 把桂圆肉给它取出来 桂圆作为一种食物 有丰富的营养 长期食用可以治疗贫血 改善失眠 健忘 精神衰弱等临床的症状 所以如果失眠的患者 经常食用一些桂圆 可以有效的起到调理睡眠的作用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桂圆不需要太多 三到六颗就可以了 太多特别容易上火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 三至四颗的红枣 红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很常见的一种食物 同时也是一种中药材 红枣具有补中 益气 以及养血 安神的作用 适当的食用 能够起到 补皮益气的作用 适用于脾气虚弱 消瘦 倦怠乏力 便谈等症 同时红枣还具有养心 安神的功效 可以辅助治疗皮须 绽造 引起的失眠 失眠的患者 吃红枣以后 能够得到一定的安神作用 但是红枣的量 不需要太多 三至五颗即可 太多 容易导致上火 红枣我们一定要去核 因为核比较容易燥火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 全部倒入锅中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开大火煮开 再转小火 慢煮20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您的每一句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 可以在下方给我点个赞或评论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时间到后 我们打开盖子 加入一小块冰糖 稍微调一下味 冰糖也有很好的清润作用 所以对于睡眠是有帮助的 把冰糖搅拌至融化 就可以装入碗中开吃了 把黄花菜 杏仁 百合 红枣 桂圆 搭配在一起 可以起到很好的补皮和味 养血 安神 增强身体免疫力 能够很好的缓解失眠的困扰 夜里睡得更香辣 隔山差五吃一次 还能够很好地淡化我们脸上的射斑和皱纹 润滑肌肤 能够起到暖胃 养胃 促进消化 提高我们的肠胃功能 长期煮来喝 告别失眠 让我们安然入睡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